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。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,罗云熙沈月被撮合,刘学艺争取那部剧《刘耀文不受重视》。 娱乐圈就像一个小世界,里面生活着很多艺人,他们多才多艺,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快乐。 那么,这一期的内容有哪些呢?一起来看看吧! 沈月现在的路人员上升挺快的,她拍摄的那些Vlog给她的路人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很多路人都开始被她圈粉。 她能拿到的影视剧资源也变好了许多,下一部剧正在洽谈中。 男主那边正在洽谈的是罗云熙,罗云熙是近几年上升速度最快的男艺人之一,她和平台的合作密切,加上原生公司对她已经没任何影响, 所以细约一直很多。 两个人接触的这部剧是一部现代剧,罗云熙已经拍摄太长时间的古装剧,所以一方面需要好好调修,另外一方面也想接点现代剧。 当然,目前还没有确定双方最后能不能合作,一切以官宣为主。 刘学义目前的资源其实算不上有多好,自从被某制片人报她财务方面有问题,虽然没有查出什么,不过对她已经造成了影响。 毕竟如今圈子里正处于清朗时期,很多片方选择演员的时候,都越来越慎重。她因为那件事,被某些片方自动划入了风险艺人行列。 她现在正在争取欢瑞世纪公司的一部内部戏,也是一部古装作品,她的古装扮相还是很出圈的。 女主那边定的是杨夕子,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谈成。刘耀文的很多粉丝对于她的公司,最大的意见应该就是她太不受重视了。 那些粉丝觉得,公司不让她出来营业,简直就是对她的人气和时间的双重浪费。 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其实也没什么问题,因为她确实挺有市场的,圈内有好几部偶像剧都想邀请她出演, 毕竟这颜值妥妥偶像剧男主。不过,她的公司不仅对她不重视,其他几位成员情况也差不多。 因为公司还不知道后续要安排他们在哪个领域发展,所以就更谈不上对未来的规划了。 最后呼吁大家理智追星,学习艺人身上的优点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